我们都知道 过去印度他的这个所谓的军备 大部分都是二制的这个武器 可是他说他现在做一个更新 怎么更新 他现在美国 日本要进来了 日本要大量的卖给这个印度的武器 他把他腾龙换掉 没错 各位要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武器进口国 就是印度 第二名沙奥地阿拉伯 第三名卡达 那这次呢 为什么这几天传出一个新闻 那么是什么新闻呢 日本考虑把相关的高科技的天线 直接卖给印度的这个军舰上面使用 那差别在什么地方 日本不是没有军队吗 你错了 世界最顶尖的天线 事实上就是日本发明的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放在战斗机上面的雷达天线呢 全部都是日本的Yaki 也就是巴木啊 他们所发明的这个天线啊 我们现在连电视机的接收 还有包括气象的接收的电线 天线全部都是日本人发明的 那么现在的这个日本的那个天线 发明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把这些所谓的 那么甚至于都怀疑 是不是有可能把 从中共的相关的逆中战机呢 都被他们的天线给截获 你就知道 那么这一次呢 日本如果真的把这个天线 卖给了印度了以后 就表示是美国签了线 为什么呢 美国刚刚卖了这个 31架的MQ-9B的相关的死神无人机 跟170枚的地狱火的这个飞弹呢 给了印度 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呢 美国还做了一件事 美国的拜登政府呢 直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奇异公司的战机 发动机跟印度一起研发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卖你飞机不吸汗 为什么 卖你发动机才吸汗 因为它这个发动机呢 在包括F-18大黄蜂 还有欧洲系列的战机 都可以使用这个发动机 印度从以前到现在 花了好多钱给人家买 那个军备呢 最主要就是想要印度 要自己制造嘛 美国送上这个大领 跟你一起做 像刚刚讲的 31架的MQ-9B啊 也都在印度生产 也就是说 我把生产线呢 拉来印度 然后跟你在一起 相对之下 那印度做什么样的回报 印度很简单 取消了米格17直升机 48架的订单 取消了KA226T的运输直升机 200架的订单 取消了俄罗斯空中预警机的订单 6艘潜艇的订单 还有苏凯30 85架提升案的订单 全部取消